这个答案也是我就是run了很多次 不断在修改修正之后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写成这样 我讲过了 程式越短越好 你不要写一大堆 然后也要逻辑越简单好维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第一个就是说我run了之后 我希望跟电脑玩剪刀石头布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请输入数字 那我干脆有点像选择题 请输入一就是剪刀 二就是石头 三就是布 四的话就结束游戏 那如果我输入一个五会怎么样 五的话没有啊 那你就要防呆 所以除了一二三四以外不能输入 所以你要逻辑判断 先判断 它的值是不是在一二三四之间 如果不是的话你要怎么样 Enter看看 我如果输入五 你要警告它 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OK 所以这边我又多了个防呆 那之前的程式也许没有做防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输入了像 什么月份 有没有 一到十二 它如果输入一个十三月 那当然不对 所以怎么办 你也应该要把那个错误避免掉 那出乎避免掉就是要写一个逻辑 可是像这样的防呆逻辑如何写 这个你要思考一下 那这样才有办法让你的程式几乎没有bug 而且不会出错 这个可能要思考 要完善 OK 那第一个你可以思考如何做防呆 一定要是一到四之间的值 其他不行 OK 第二个如果我出剪刀好了 比如说剪刀 Enter 这个时候我输入一个词 input 然后呢 电脑要能够random一个词 然后跟我比对一下 如果他也出剪刀 平手 对不对 如果呢 他如果出什么 他如果出石头 他赢 他出布他就输 所以要比较 那其实输赢的话 逻辑 大概就也是三种 不是平手 不然就是我赢 不然就是 就是我输 对OK 那逻辑你可以就是自己想想看 不然这个写法其实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因为你可以从你的你的角度 或者从电脑的角度去判断逻辑 都写出来结果一定都不一样 所以Enter我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电脑出剪刀 平手 所以random出来 那我这个背后的random 不是0 1 2 因为random你可以从0开始 然后我是从1开始 1 2 3 剪刀我刚才1 2 3 那再来的话 比如说我一样 出入2 好了 石头 Enter 他怎么又出石头 我们又平手了 OK 出3 Enter 我终于赢了 电脑出了石头 那我出不 因为我出3 所以呢 我赢了 他就你赢了 不过这个程式 我还没有写一个 所谓的记录他的出赢 而且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你一直玩 一直玩 玩到你不想玩的话 你就输入4 那所以其实这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 也许玩一个10次 20次 30次 等等 你可以 那最后呢 就是说如果你输赢次数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样的话会是更好的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那你就要思考说 你应该把它存在哪里 一般的话 当然要不就写到档案里面 要不就是写到资料库 不过写到资料库 好像是比较常规的 因为写到档案的话 因为它比较没有这个结构性 所以将来你要去把资料再调出来 会相当麻烦 那如果你是放资料库就很简单 把它slate出来 你就知道你输赢的次数了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把那个很多的重点 就放在档案跟资料库之间的处理 其实也不困难 那我们今天要加资料库吗 我看进度 反正我们就是看实际上的情况 然后也许证照题目会跟各位说一下 然后大概如果 也不是说所有同学都想考的话 也许我就再带一下 然后也许有些题目 给你们讲一下规则 然后剩下其他题 也许给你们参考的答案 然后你可以回去练习看看 就练功了 反正你就思考 有时候其实不要直接就看答案 因为你会被那个答案给框框框起来了 那比如说你以后就不知道说 原来其实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撰写程式 那也许你被框住之后 考试的时候 因为考试的时候你被框住 可是你忘了某一行程式 那你就写不下去了 这个是我以前考试的几年 真的我一直被那个答案 不对不行 我一直被答案 如果那个答案我某一行忘记 后面我就写不下去了 但后来我发现 要写的顺一定要自己重新思考 重新写过 所以为什么会快 因为都是自己的东西 你在考试一看 那些我都想过 所以会写的 感觉就是很流畅的就把一个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一样 所以这个逻辑怎么做出来 那请各位思考看看 那里面我再来举第一个 一定要什么 这个没有问题吧 第二个的话 就是因为我需要产生剪刀石头布的那个清单 那对应关系的话 因为数字跟里面的字串会有对应关系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用一个那个串列 那串列的话 当然我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一定是零 index 那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3 那如果我刚好要能够配合这个数字的话 那我可以减 减一个b list 等于中国阿湖 里面的话就放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空的 这个就不管他了 因为这个东西用不到 那我就123 那一样 如果因为我要让他不断不断的跑 所以无穷回宣 画有email 还蛮简单的 画有email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让那个 电脑随机 就是取得一个剪刀锁 取得一个剪刀锁部的话 我就用乱数嘛 反正他如果1 那就是剪刀 2 石头 3是部 OK 那我们写的方法就跟昨天一样 random.random range 那我要1到3 1到4 到4停下来 然后就丢给S 那让使用者输入一个字 不过我这边有个防呆 其实防呆非常好写 我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1 2 3 4 如果我输5的话 那不对啊 没有5这个东西啊 那怎么办 我就设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 if m如果小1 有没有 或者是m大于4 那表示说他不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的话 或哦 OK 特别主要这个或的逻辑 偶尔哦 OK 所以逻辑应该不难理解 而且不难写吧 好 就这样就防呆了哦 没有很多哦 那然后就怎样 就跟他讲说 哦 请重新输入 那另外反之就是 呃 从几种情况就是说 哦 如果他是4的话 那就退出 所以这个是防呆 L if的话 第二个就是 我如果要退出 那如果等于4 m如果输入4 那我就退出了 好 然后break就OK了 再来底下三个 L if L if L if 就是 如果是什么呢 相等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话 那就平手 如果是呢 诶 其中呢 假如说 m m是我 我出什么 剪 石头 然后呢 s的话是 他是出剪刀 就是我列出 三种 有没有 三种 那个我赢的状况 然后就得到赢 那如果 底下这个L if 是三种 我输的状况 那就输嘛 就这样 陈氏就写完了 OK 后来想过 这个写法 已经算够简单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 因为 我参考别人呢 原来他写的 其实非 大概应该更庞杂 更复杂 我只是在把它简化 简化 简化到目前的状态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们下期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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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试看